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话说 明朝万历年间 辉州府修宁县有个叫张十八的木匠 从小和父亲学习木工手艺 但母亲早死 父子俩相依为命 张十八的父亲是一位老木匠 做事稳重 手艺精湛 且为人善良 当地很多人都愿意找他做活 直到离世前 张富还在钻研记忆 留下许多经验供儿子学习 后来 张十八娶了同村罗秀才的女儿为妻 罗是二十岁年纪 端庄漂亮 当地许多大户人家都上门说亲 并承诺给出丰厚聘礼 不过都被罗夫婉拒了 罗家穷苦 但罗夫常说 嫁女并非卖女 则婿并非看钱 最后选择了善良厚道的小木匠张十八 婚后 小两口你敬我爱 心色调慎 然而半年后 张十八忽然身体不适 偶尔头痛 但能够忍受 也就没有在意 又过去半年 张十八的头疼病越来越严重 一次 他在外做活回家 突然头痛剧烈 不能下地行走 罗氏见丈夫遭受病痛折磨 既难过又害怕 到处求医问药 也都无济于事 一夜 张十八躺在床上 看着一直守在床边的妻子 强忍疼痛 安慰道 也许我时日不多了 你也不必伤心难过 人总要面对生死离别 我死以后 随你改嫁他人 定要好好生活 罗氏听完 哭泣道 不要说这样的话 到时我再去求医 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张十八顿感欣慰 见妻子泪流满面 心中难过极了 片刻 张十八继续道 你我没能生一儿子 不能把手艺传承下去 实在可惜啊 我左右莫斗是家传之物 听父亲说 是一位懂周一之术的老木匠 送给祖父的 能够镇宅避邪 既然不能传给儿孙 就留给你吧 罗氏气不成声 点头答应下来 几天后 张十八躺在床上 握着妻子的手 嘴里还要说些什么 却是含糊不清 罗氏早已哭成了泪人 悲痛欲绝 很是无力 张十八整日躺在床上 不能言语 昏迷不醒 罗氏日夜守在床前照顾丈夫 不停地哭泣 邻居们都为之感动 前来安慰 一天 罗氏又去寝廊中 路上遇见一位须发洁白的老者 勾搂着腰 手拿一个酒葫芦 骑着一头小黑驴 老者突然喊住罗氏 面容惊恶 问道 最近家中可曾发生什么怪事 罗氏旧父心切 本不愿停留 却仍然转头对老者行了一礼 回道 道无怪事 只是我丈夫头疼病严重 如今已经昏迷不醒 正要去求医 老者啰了啰唬 若有所思 自语道 师妹啊 我总算找到你了 随后 老者继续对罗氏说道 此病飞狼中所能医治 带我去见你的丈夫 罗氏听完 认为老者高深莫测 心中顿时燃起希望 于是领着老者回到家中 老者来到张十八床前 只见张十八面容惨白无色 双眼紧闭 呼吸微弱 像是马上就要咽气一样 这时 罗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哀求道 老人家 您若能治好我的丈夫 就算来世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救命之恩 老者见状 急忙扶起罗氏 说道 我能治好你丈夫的病 但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因为是我师妹害了你的丈夫 罗氏不太明白 却也连声道谢 老者叹息一声 继续说道 实不相瞒 我和师妹本在十万大山之中 一同修炼 但她好胜心太强 为了与我一争高下 误入邪门歪道 从而走火入魔 留了性命 如今她成为恶鬼 出山以后 她化为世间女子模样 专吸男人精气修炼 说完 老者打开酒葫芦 为给张十八一滴酒 随后张十八面色有所好转 老者说道 我只是让你丈夫暂缓痛苦 若要完全恢复 还要找到源头啊 今日我见你的时候 已从你身上捕捉到师妹的气息 当下见到你丈夫 我更加能确定她的位置所在 但需要你协助我 你敢随我前去吗 罗氏毫不犹豫 坚定道 只要能救我丈夫 就算是死也不怕 老者点了点头 说道 拿上莫斗 跟我来 罗氏带上丈夫的莫斗 与老者一同出发 走着走着 来到同村的财猪李家 李家之子李麻子整日游手好闲 仗着家中钱多 麒麟弱小 坏事做尽 李麻子的父亲 花钱打电支县 支县也就对李家所做的恶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说李麻子这个无赖 罗氏也听说过 当初李麻子 觊觎罗氏的美貌 前去罗家提亲 却被罗夫去之门外 因此李麻子怀恨在心 老者站在李家大门前 喊在嘴里一口酒 转身喷在罗氏身上 接着说道 跟在我身后 不要说话 更不要回头 不然会被师妹发现 倒是听我的 罗氏很是奇怪 点头答应了 于是 老者往前走着 说来奇怪 二人竟然穿透了李家大门 直接走了进来 而且李家的仆人 全都看不见罗氏和老者 这让罗氏惊叹不已 不久 二人来到一间屋子前面 穿墙而进 只见李麻子躺在床上 身边还有一女子 正在与李麻子说笑 就在这时 老者忽然开口道 师妹 好久不见 女子闻声一愣 忽然坐起身来 却也没有见到老者 有些气急败坏 女子吼道 含须子 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把李麻子 吓得昏死过去 只见他身边的女子 变成一个恶鬼 披头散发 脸色发青 面目猙獰可怖 牙齿又尖又长 罗氏健壮 惊骇极了 本能地向后退去 很想掉头离开 但想起老者叮嘱 又止住脚步 他捂住嘴巴 咬破了嘴唇 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恶鬼跳下床去 对老者说道 如今我的功法已经修成 本想洗碗里麻子精气 再去寻你 没想到 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 含须子 今日就让你葬身于此 说完 恶鬼口中念动咒语 一时间出现上百个纸片人 各个拇指大响 不停地攻击老者 老者见状 抽出木剑抵挡 回击纸片人 发出叮当声响 恶鬼狂笑一声 大吼道 控纸千军 顿时又出现上千纸片人 把老者围在中间 老者应对起来很是吃力 周梅道 没想到你生前为此妖术 而走火入末 死后竟炼成此术 反击同时 老者传音给罗氏 我本想亲自了结恩怨 如今看来还是要靠你的力量 快拿出木斗来 罗氏早就被眼前景象吓到了 忽闻老者声音 这才回过神来 他立即掏出木斗 指尖木斗不停地颤动 顷刻间墨线飞射出去 捆绑住了恶鬼 恶鬼拼命挣扎 叫喊道 哪里来的法器 我不甘心啊 紧接着 伴随一声怒吼 恶鬼化为一道黑烟消散 而那些小纸片人 也都跟着一起消失不见了 此时 老者大汉淋漓 来到床前 从李麻子床下翻出一个纸人 纸人如小臂般大小 面貌和张十八 一模一样 头上还插着数十根银针 老者说道 我师妹通乌骨之术 看来李麻子被师妹迷惑 却不知已经陷入危险 说完 老者看向 仍然昏死在床上的李麻子 说道 这个李麻子得知师妹毁妖术 便请求他施法加害张十八 从而报复你 你丈夫才会头痛的 罗氏正惊讶间 只见老者手中的纸人也消失了 随后 二人按照来时的方法 返回张家 罗氏刚一进屋 发现丈夫竟然自己坐在床上了 他又惊又喜 急忙跑上前去询问情况 张十八声音虚弱的 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现在浑身乏力 罗氏就要转身感谢老者 老者却悄然离开了 于是罗氏向张十八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张十八惊骇极了 他们来到院内 归帝拜谢道 感谢先人救命之恩 三天后 大家都听说李麻子暴死家中 死状惨烈 如同干尸 李麻子的父亲伤心过度 竟然也死在了家中 李家上下为了争夺钱财 已经闹得翻天 乡亲们都觉得老天油烟 将恶人惩治 罗氏得知消息 高兴极了 他原以为李麻子还会继续报复 如今算是安心了 后来 张十八再也没有头痛过 不久 罗氏发现自己的肚子有了蕴象 渐渐地鼓了起来 夫妻二人高兴极了 罗氏十月怀胎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张乙良 是要让孩子以善良之心带人 做事 张乙良长大以后 十分聪明 也成为了一个木匠 手艺十分精湛 张十八也就把磨斗传给儿子 此后 张十八渐渐地抽身出去 不再做活 把生意交给了儿子打理 多年以后 张乙良娶其周事 欲有一二一女 生活越来越富裕 他也把磨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